焦点视频, 陈进新风水命理的时间, 迎光幕见到陈进新师傅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进新师傅 大家记得在社交媒体搜索陈进新三个字 就看到多些师傅的影片和资料 今集我们讲一讲比卡超, 不是, 是李卡超 究竟, 夏年特首之位, 是不是他呢? 但是, 都是例牌赛, 先讲一下李卡超的八字有什么特色 好, 我们讲讲李先生的八字 我们为什么会讲呢? 明天看过往的历史剧情就是 做过政务师, 之后也有机会做特首 我们用现在的路线, 他刚刚升职, 做了政务师师长 未来会不会有机会做特首呢? 所以我们看看他的八字大运榴莲 组合利不利他, 叫做升职, 或者叫做权力的上升 好, 李卡超先生身于1957年12月7日 很特别, 他那天刚刚过节气 过节气在5.01分大雪过节气 我观察了, 或者看了李先生过往的经历 我觉得似乎在5.01分之前出生的机会比较高 所以应该是申害月的 如果是在黄昏之后出生 他就是任子月的 看回我就会用申害月去跟他算 因为这样一个月柱会转 看回他的八字是申于丁又年 申害月, 贵丑日 我们没有时辰, 日元属贵水的 贵水就是那种雨露之水 雨露之水 神出鬼没 而且一吹就散了 这些人呢 怎样说呢? 这些人比较虚目飘渺一点 不同的羊水 羊水就是任水, 江河之水澎湃 这一类不是的 所以这类人也难触摸一点 这类人 贵水生了一个害月 害月是冬季来的 水也相当旺的 生了一个冬季 水很旺的一个月份 然后我们再看看 它是申害月 申又是属金的 属金 金是旺的 丁又年 又是属金的 所以它整体而言 那个金水很旺的 金水旺 我们就会用火土去制住它 不然它会泛滥 好像奔堤一样 会泛滥 所以我们在它的八字 就会以火土为庸 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 叫做财之虐杀格 财之虐杀格 你看看 她夫妻宫坐着一颗杀星 我们对上那几集有讲过 这个 什么组合有机会 会娶到一个比较恶的老婆 它会是这种组合 我们作为一个声斗市民 我们就不能够画一个高官怕老婆 但我们可以说她尊重老婆的 尊重老婆的意见 尊重老婆的看法的一种组合 因为夫妻公为用 即是结婚之后 她的太太对她事业方面 人生方面 是有助力的 所以听回太太的说话 也应该的 OK 以这个火土为用 我们看回她的整个大运 根衰 己有 冒生 丁薇 这些全部一直走下去很顺 全部 小时候在走这个 土金 走土金 中年之后 就开始走很顺的火土 所以她的运是相当不错的 你看回她整条命而现 我们没有时辰了 她的时辰 我估计她的时辰 如果不是的话 以她这些年月日未必有现在的成就 我估计她应该是中五到下五出生的 这样 这样的年月日事的结合 如果就这样看 命不是很高级 不是很高级是什么意思呢? 她的工作能力 不算特别很强劲 或者性格 品格方面 是未必受到世人的清相 因为纯粹以这个年月日的话 我相信她的时辰是有帮补的 所以我先估计 应该是中五下五的时间 说到命不是特别高级 但问题是她的运 相当之好 这些就是命不算特别好 但运就相当好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的 能力不是很高 但有制御 有制御 你不要管她是否符合也好 总之她就节节上升 嗯 因为她继续 自从过了根衰运之后 一直走土甘的 火土是她的用神 她这个纪有运 都是走着她的土 走着土的全部有帮助 一直走下去的 走到她一个月日运 都是走着火地 是有帮助的 所以她继续上升 是 一直保安局副局长 接着又是政局长 接着又是政务师 相当之厉害 这样 走到这个运 这个运 虽然也是火地 虽然还是OK 但问题是有危机的 其实这个运 嗯 她越治大运 越治大运 就是她的六十岁 走到七十岁 2017 走到2027 这个运和她的月令 身害天黑地冲 天黑地冲 刚刚说到她要用火套 这个大运是火地 火地 但问题是她的月令是水 水会直接冲击她的火 直接冲击她的火 嗯 所以她会不稳定 有这个情况 会有不稳定的情况 但要看看榴莲如何结合 她一上场 基本上已经是保护局长 然后2018年是冒失年 冒失年是土很重的一个月份 是年份 所以保护着 没事 她这个火没有问题 财没有问题 喜用没有问题 但一到2019 2020 就大祸了 因为走金水的流年 一直冲击着她的大运 嗯 所以你看到她2019年的社会运动 或者是反修例 她扮演的角色 也不是太 太人家觉得值得清赏她 有时候凹了水 凹了水 凹了水 出来好像还未睡醒 就是榴莲不离 榴莲不离 榴莲冲到她的大运 保持着 冲着 冲着 是可以的 但榴莲不可以的 催不着 这样 一个双目无神的保护局局长 要领导香港 即会是怎样呢 或者要保护香港 就是大家自己想象 嗯 这样 OK 最怕就是水 过去了 今年就 土金的年 又好彩了 是 今年还要 丑土和她的自有丑 匯了一个金局 金局呢 代表她的印星 印星是代表贵人 代表上司 等等 所以今年就被人推了上神台 嗯 但她常常用火土 不是用金的 但今年这个超级 超级结合是一个金 哦 一个金 所以推上去这一刻 是不是她最喜欢的呢 我有点保留 哦 有点保留 推了上去 这样 张建宗当然是 差了一点 要找人代替都正常的 是 是 好了 推了上去 究竟 下年这个特首争霸战 嗯 是不是她的狼钟蜜呢 是不是她的狼钟蜜呢 我们要看她的榴莲 刚刚说到 大云 月字大云 嗯 最怕的 就是自害聪 自害聪 而且她合了一个金局 走到这个运 就是说走到这个运 她合了一个金局 印星 印星代表安逸 代表想舒服 其实呢 她暖展权位的心 其实这个人已经不强了 哦 已经不强了 不知为什么也继续升职 是 有人要你升 你没办法的 她的心态的确是这样 已经合了 已经 还有在冲着财 这样 始终火地 OK 好 看榴莲了 2022年 就是特首选举的一个年份 春季呢 春季可能在三月 四月左右就算了 任人年 任人年呢 其实呢 是解决到她这个水火交战的情况 跟林郑月娥有点像 解决了 令到她冲得没那么厉害 嗯 冲得没那么厉害 但是同样地 她这个任水呢 又是会 和这个 丁火呢 她和林郑月娥呢 同一年出生 同一年出生 哦 所以她们也有合的 那么 丁任就合木 丁任合木 木代表什么呢 木代表她的想法 代表自己的想法 嗯 木就会刻她的土 土代表官星 官星是管她的东西 本她是什么呢 就是政府 就是中央 她有一个化了 木 木就刻了土 就是她自己有点想法 有点抗拒 自己也有点抗拒 哦 表面行为她有点抗拒 但内心世界呢 又不是真的那么抗拒 是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自魂和害水的水火交战 透过榴莲呢 通到关 就变成了 水就生了木 木就生了火 嗯 这样 那么 你如果是问 有没有机会呢 整体的榴莲疑论 可以是可以的 可以是可以的 但问题是 很畸形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如果 如果是我们一般的平民百姓 遇到这些榴莲呢 就很想转工的 很想辞职的 但问题是 去到他这些位置 你想辞职 动度来辞职呢 榴莲是可以的 但他是想辞职 他不想拒绝 嗯 是 可以 有些少机会 但像你说的很矛盾 对吧 很矛盾 哦 相当矛盾 其实不是上升职的议仗 嗯 绝对不是上升职的议仗 哦 是的 OK 所以说的机会呢 我会觉得都不是说特别高 不是说特别高 嗯 嗯 嗯 那师傅 就是 现时啦 我现刻的形势 我们2021年 8月中录影 呼声最高似乎就是李嘉超先生和林郑女士 现在是8月17日 是的 8月17日 李嘉超和林郑女士似乎呼声最高 暂时就没有第三个会出来 OK 暂时呢 可以这么说 暂时没有 因为有连任的历史 我们以前曾荫权连任过 董特首也连任过 林郑不知道有没有连任 是的 看回历史 做过政务司的也有得做特首 所以这次就评论一下她 我想请教一下 看不看到 明年2022年 原来她和她的老板 即是林郑 在政府架构 林郑就是李嘉超老板 上司 是 看不看到李嘉超和她的上司 原来是有斗争的 当然可以 刚才说了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星斗市民 是想辞职不聚 那为什么不聚 就是做得不开心 是 或者看老闆不顺眼 是 你明白吗 是 食伤嘛 食伤就是欺负你的观察 观察就是管理的人 是 谁管理我就欺负他 就是我看你不顺眼 是 但不了了不就不聚 是 如果够僵的话 我要聚 但聚得来 你说一句我耿你十句 是 都可以这样 只要他救僵的话 是 就是林郑叫你去东 他不去东 我要去东南 是 明白吗 我要去北 我不去北南 我要去东北 就是这些就是一种食伤 反击观察的一种 一种现象 所以你说 喂 虽然他的流年 帮他解决大运的问题 但问题的异象 似乎和他的上级 有些少讨论 是 上级是谁呢 如果是林郑 那就没事了 如果是中央的话 那就可能 未必 未必会做到 是 未必会做到 是 是 如果他和林郑 有些这样的争论 我真的建议不妨拍一场真人秀 挺好看的 两个加上百多岁 是吧 就是跟你刚才说的 那样东西 哎 阿超说去东 不去 我要去东南 这个到时看他们 如果有机会 看他们有个电视辩论 美赛 看他们怎样辩论 他又拖他 2019年你做到这样 他又拖你 你干什么 不知道 到时才看 那我们就暂时 预测到这么多 是的 我知道下一集 原来还有一个神秘人物 会出现 师傅 是 可以 可以想想看哪一个神秘人物 下一集再请教陈信山师傅 好 多谢各位